第四頁的第一個答案是assert assert 就是say something positively 所謂的positively 叫做肯定的 肯定的說肯定的 所以叫assert 所以通常這種東西後面感覺要接受詞的通常有接一件事情 都用名詞指句let來引導那個let可以不要寫對不對 好所以assert請你注意 這個單字的組成 前面的ass 好這一定知道ad的變形加強語氣 那既然加強語氣後面的sert 這個東西你應該非常清楚 它是來自於這個字的 這個紅筆顏色怎麼那麼詭異 淘紅色 來certain certain 所以有沒有看到crt在這邊 c跟s是同一組的東西 c也是發死 s也是發死 所以是同一個字 所以certain certain就叫做確定 所以assert 確定加強語氣 所以它叫做斷言 也就是say something positively OK 喔還有這種服務喔 他現在幫我泡碗麵喔 來例句 he asserts that one of his colleagues stole money from him 好後面的那紫句當assert 的這一個售詞 他說 他斷定了 也就是未經任何證實 OK without evidence without proof 沒有任何證實 他就說 one of his colleagues collex是誰 同事 也就是collex 覺得他非常的 複雜你可以寫co-worker 這個也是同事 co就是共同的意思 所以co-workers也就是collex 然後呢 他的同事幹什麼 stale money from him 從他那裡把錢偷走了 所以就是 偷他的錢 所以請你記得 偷他的錢 不叫做steal his money 是steal money from him 從他那裡偷錢 OK 好第一個單字就這樣而已 重點你掌握了就可以 其他東西沒什麼特別 好第二個單字colony 相信你應該非常的清楚 colony叫殖民地 但是請你把後面的中文化現 生物群落 這個是比較會考的 在學測當中考過colony 當殖民地的意思沒有 都是生物群落的意思 好我們剛 Aí 澳洲跟印印、印、印度 former是之前的英屬殖民地 所以英國殖民地 所以大家都知道英國以前有個名稱叫做什麼國 日不落對不對 那日不落不是因為它24小時有日照 而是在24小時日照的情況都有它的國旗飄揚 所以代表它的colonies到處都有 所以包含香港以前也是 所以former全起來叫之前的 好 前者叫做former 後者叫做later 那這個地方前者後者都可以用另外一個簡單的字來代替 另外一個簡單字代替 那因為前者跟後者前者是比較早提到的 所以距離我們會比較 遠 那後者是後來才提到距離我們比較 近所以前者叫做later 後者叫做later OK這兩個都是可以會考試的要小心 好 那既然提到了that它可以在這邊當作前者 this當作後者 相關跟它一樣的用法 其實事實上that這是第一個that你要注意的用法 第二個that可以在第一題看到它引導名詞指句 這是第二個用法 第三個你很清楚 that可以當關帶 對不對 好那還有第四個在比較級的時候請你注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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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比較集的部分你會看到它如果第一個前面的比較物出現了名詞而是單數的 單數的名詞後面是哪個東西做比較 是這兩個介系詞片語在做比較 比方說 大陸的習俗 OK 所以它是台灣的跟大陸的這兩個限定的用法在做比較 限定用法在做比較 所以這裡是A 這裡是B 這兩個東西在做比較的時候 那前面這個名詞是相同的 這裡是相同的 OK 那相同的情況底下這裡是單數 這個是負數 所以你這邊就不能夠重複前面的名詞 對不對 不能重複前面的名詞 我剛剛講的嘛 比方說台灣的習俗 大陸的習俗 台灣的傳統 大陸的傳統 台灣的海關 大陸的海關 為什麼講海關 因為Custom 習俗Custom 就變成海關了 對不對 台灣的海關跟大陸的海關 好 假設這樣 前後都是AB介系詞片 與限定用法在做比較 這個名詞長一樣的時候 單數你用let代替 複數你用什麼代替 複數你用什麼代替 let的複數 第一個 第一個 前者 第二個 比較及代替重複的單字 第三個 當授詞或當主詞的名詞 只具連接 第四個 當關帶 這是let你要小心的